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麥高文表示 兩黨議員表決一致通過了2020年度人權報告 報告說 中共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通過對行使基本人權的中國人民進行審查恐嚇和拘留 擴大了他們的鎮壓政策 報告特別列出中共迫害法輪功信仰團體情況 引用了醫學論文和觀察人士的觀點表示 中共可能違造了器官捐獻數字 並可能繼續強摘人體器官 報告特別提到16個被中共迫害的良心犯 其中包括被中共判刑15年的法輪功學員崔凤蘭 報告警告 中共政權在過去一年 擴大了對國內群體的鎮壓 同時加劇了對香港以及世界各地 包括美國人權的侵犯 麥高文表示 今年的報告新增了 美國政府機構限制和制裁中共侵犯人權的部分 強調 拜登就職後 新一屆國會將繼續抵制中共侵害人權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他現在所 reprodu além著女生權的公典 這次是憑抵制度的基因